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4月27日发布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 有29个职业新进榜 其中20个职业和制造业直接相关 占比达69% 汽车产生线操作工首次进入前10名 最缺工的前10名的职业分别为 行销员、餐厅服务员、保安员、客户服务管理员、房地产经纪人、保洁员、家政服务员、快递员、汽车生产线操作工和包装工 和汽车生产、晶片制造有关的职业排位显着上升 除汽车生产线操作工外 汽车零部件在制造工、电池制造工、印制电路制作工、半导体晶片制造工等也是新入榜职业 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任吴李多说 这和我国一季度工业生产的稳步回升、制造业增势良好的态势基本吻合 人力资源市场的走势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一季度工业增长的态势 服务业不同类别职业需求有升有降 生活服务类职业需求有所缓解 保育员、婴幼儿发展引导员、养老护理员等排位下降 与餐饮、旅游等相关的消费类职业需求加大 中式烹调师、客房服务员、餐厅服务员等职业排位上升 今年一季度100个最缺工职业岗位需求 从去年四季度的141.8万上升到一季度的166.5万 环比增幅17.4% 求职人数从去年四季度的48.9万增长到60.9万 增幅达到24.5% 从一季度来看 无论是需求人数还是求职人数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招聘需求大于求职人数的缺口数达到105万 环比增长了13.7%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